不過今天讓大家覺得 比較匪夷的就是 在這個綠媒的媒體 搶先一個獨家 但是最後在指揮官這邊 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 卻是打臉 所以大家就覺得 到底我現在是要聽誰的 怎麼是一下是這樣子 一下又這樣 一下又說不是這樣子 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因為登的是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跟蘇貞昌的關係 非常密切 非常要好 所以大家才會認為是這樣 那我們記得蘇貞昌 蘇貞昌在最早 我們那時候 居家隔離要七天的時候 蘇貞昌搶先宣布 改成三加四 就是隔離三天 四天自主健康管理 你只要快三應徵就可以出門了 那這個當然也是一個獨家新聞 出來以後 指揮中心就殺了 我們專家會議還沒開 你怎麼可以先宣布 所以大家記得有一天 指揮中心的記者會本來是2點 然後就改到4點 後來就改到6點多 因為專家會議在裡面吵翻了 因為行政院長已經宣布了 我們是屬於 對不對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是屬於他管的 他已經宣布了 裡面有人不同意 有人同意 後來6點多還是拍板說 好吧就照蘇貞昌所講的 那一次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蘇貞昌一個外行的人 然後在裡面看到陳時中 這麼紅對不對 然後自己在裡面瞎指揮 在這場疫情裡面很多人 其實都想說我要扮演一個角色 來表演一下 譬如說前天 蔡英文總統 做了3點 就說我們有3點要加錢要幹嘛 對 他老人家完全不曉得 他所指示這3點 目前已經在做了 我覺得他還是去玩玩他的小狗吧 就像他母親節那個動作 我有時候講這事情很感慨 雖然我們常在批評指揮中心 但是你指揮中心 既然已經把權力交給他 你就應該由他來決定 為什麼 好歹他還有個專家小組 那雖然有時候的決策 大家不一定說完全能夠認同 那因為指揮中心裡面 也有非常多政治的考量 可是我們看到蘇貞昌 他如果做了這一決定的話 那你今天叫 你底下這些人怎麼做事 好 那我來講 其實現在台灣 他比較嚴重是 我們下來還有哪一些黑數 那這些黑數 其實這幾天看了 其實非常的明顯 因為這幾天到6萬多 突然就一直在6萬多裡面盤旋 那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有沒有確定確診 要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快篩陽性 快篩陽性以後 你要在醫院做PCR 由醫生認定 可是我們的PCR的量有限 所以我們就會卡在人數上不去 對 我們的人數就維持在這邊 維持在那裡上不去 那上不去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知道我們的數量一定在增加 因為這是一個滾動 全世界的潮流都這樣 不可能台灣這裡這樣 那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PC PCR它的有限 被它限制數了 就是說你的量只能塞這麼多 所以你的確診數也就只能這麼多 那這個問題你要怎麼解決呢 地方雙北提出了 只要快篩 是陽性就要把它確認 中央一直不鬆口 那他明明知道未來也只能這樣 因為跟台灣最像的是香港 那香港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香港是 2月26日把它開放以後 慢慢很多東西就回歸正常了 那它的數量就 你就能夠控制 那眼前有一個香港給我們學習 我們不要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要對抗雙北 因為兩個非國民黨執政的地方 所以明明知道這個建議是對的 那我們不要 那我們還要對抗誰 還要對抗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有荒唐議案 我們就不要 要不然我們現在很多人 送去荒唐議案 就解決了很多家庭的困擾了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看到了 很多朋友想說從中國大陸 弄來歐盟認證的 快篩 不行 因為它是中國大陸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驟檢制服 為了他們的政治任務 這讓人家痛恨 旺旺水智是微酸性電子次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所以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